欢迎来到高分纪录片频道 1971年艾伦马斯克出生于南风 1981年10岁的马斯克得到了他人生中第一台电脑 两年后12岁的马斯克通过次学编程开发了一款游戏 并且以500美元出售了这款游戏 1995年马斯克考入斯坦福大学 但是开学两天后就辍学派出创业 马斯克和他的弟弟创办了一家网络公司Zip2 四年后美国电脑制造商康博公司 用3.07亿美元的现金和3400万美元的股票期限收购了这家公司 28岁的马斯克从最费收购中赚到了2200万美元 想想28岁的我们又在做什么呢 随后马斯克又再次创业 同年马斯克又成立SpaceX开空探索技术公司 马斯克要建造的运载火箭是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大伯 才能完成的火加项目 当然很多人都认为马斯克是一个疯子 2004年马斯克通过注资的方式成为了特斯拉的董事长 他在大型的时候就在思考人类的未来 最终他找到了三个方向 互联网 清洁能源 还有太空探索 而这些全部都被他给实现了 马斯克也并非一帆风吹 在2008年他遇到了人生的低谷 SpaceX经历了三次火箭发射失败 而特斯拉由于研发成本过高也濒临破产 而且2008年还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 这让马斯克的处境水上加霜 他变卖了所有的房产以及豪车 准备最后一波 多年后的马斯克在进入采访时 回忆起当时的处境 眼睛里预言含满人类水 下期我们接着来讲一个梦想家的疯狂计划 最后做一个调查 你相信2024年马斯克能将人类送上火星吗 使人类成为跨行车的物种 评论区告诉我 马斯克曾经说过 所谓的创业就是嚼着玻璃凝视着深渊 多年后的马斯克在进入采访时 回忆起当时的处境 也已经离联航满的列水了 在2008年9月28日的下午 马斯克全部剩下的SWIS-X 开始用第四次发生 终于在发射9分钟后的 列宁一号成功的进入地球回到 马斯克再一次把自己吹的牛也实现了 随后SWIS-X的吹力的 从NASA拿到了16亿美元的订单 成为了博弈空间站运输服务的直律车 SWIS-X还实现了火箭环收 以及战人航天的飞行技术 目前世界上掌握这两项技术的只有美国 俄罗斯 中国和爱人马斯克 2020年美国共发射一辆缓件 SWIS-X 企略列全球第一 我国共发射了39次美列第二 而SWIS-X 共发射了28次 已经超越了马斯克 SWIS-X 全球第三 而特斯拉度过那次美地之后的故事 大家都耳术无强 如今特斯拉的市值已经超过了 九大成功车体市值之平 这些也只是马斯克计划的前菜 马斯克旗下研发了 直接可入口的实现 扔到我们见到恢复的NASA公司 以及马斯克的超红路列车 还有他的人工智能公司OpenAI 他有的发电系统工程商Sora City 火星殖民计划 星链计划 这些超前的计划 我会在以后的视频里分期给大家分享 马斯克是一个疯子 也是个偏扯的天才 他正在把自己每一个疯狂的想法变成现实 这个世界的未来也许会因为他而改变 这才是梦想该有的样子 你因为马斯克这些疯狂的计划又能实现多少呢 大姐 三本 四条 一谈 二 四条 五条 四条